全球的顶家人才是在哪儿 把薪资拉得最高 年纪只是练兵场 我是把boss制品当抖音刷的 世界上有1%的人是这样 这的话主要是给年纪带来哪些帮助呢 两年花了1亿了 门店的话5000家以上 销售的话肯定是几十亿了 你对这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建议就是不要听我们的建议 靠卖一杯柠檬茶 两年开店1600家 拿到腾讯投资 字节套动 顺为资本数亿元融资 宁记为什么能在如此卷的 茶饮行业发展讯吗 他们做对了什么 今天清闻带大家一探究竟 我之前13年做自助检单金 那个大平的 赔钱赔了好多 赔了好几千万的 但是我自己的钱 虽然说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经历 还是非常好的 我近距离的看到了 这些连锁品牌 它是为什么做得好 他们的商业模型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能够起来规模化 然后做餐饮大会 会看到很多好的品牌 各地的资源 在做瑞幸的顾问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的节奏感 它的规模化 战略 制定 包括团队怎么建设 这个是在任何的商学院里 都是寻找的 再往后 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加盟商 自己做加盟商 对 七八个品牌的加盟商 然后开了50多家店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会站在加盟商的角度上去看品牌 什么样的品牌 才是加盟商喜欢的 然后再做投资 那你就会又换一个角度去看 什么样的团队是投资人喜欢的 这个点上我们就会综合地去看 当我自己再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前盘做的事情 其实凡是精力皆为亏赠 刚开始创立年纪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也不算 部理年轻上的创业者 对 因为我以您的财力 或者您的认知 已经可以完全退休了 所以在这个年纪 才去重新棋盘 做一个更长久的事业 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 第一个是嫌不住 第二个就是 确实是为了堵一口气 什么气呢 因为当时我在做投资 好的项目呢 你挤不进去 不好的项目呢 你不想投 那我就开始干一个 第一个500家是用了436天 第二个是用了297天 第三个只是用了75天 就这数字背后 对于宁静来说 意味着是什么 我的目标设在哪 怎么实践这个目标 那就拆 要人要钱要资源 这个找人这件事情 我是践行到底的 我是把BOSS制聘当抖音耍的 沟通过一万一千多 你自己亲自沟通过 对啊 还有一些像立聘的 这两个是我最最常用的东西 早上凌晨 天呐 导致问我说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说我的核心竞争 就是可支配时间长 因为我睡觉时间短 我就4个小时 你现在几点睡觉 我是滚动式的 滚动式的 就是2点睡觉 我6点就行 3点睡觉7点就行 然后我就只要4个小时 世界上有1%的人是这样 这个是医学鉴定了吗 是 有哪些人是你亲自要找的 减一 你的减一一定是亲自找的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面对面的跟他去沟通 他的优势 是不是跟你去互补的 只有你自己才能感受得到的 当时我们去招我们的CEO的时候 我不太想要行业内的人 行业内的人很多的时候会被局限住 我就在想说公司的存在 到底什么人最重要 第一个是假的 然后第二个是原本 如果这两种人对你不信任的话 这个公司都是一个屁话 希望这两拨人能够在你这个公司里头 存续成长 还能延展的 根本是需要有一个成长体系 那成长体系谁做的最好 就是做游戏的 这个思考的角度好棒 然后我就从游戏里边去找 把薪资拉得最高 然后一看我的CEO就在里头 我要看这个本质导致什么 在这个全行业里头 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上面是最精进的 所以这些人 这些人以前都是在北京的 这个是我之前一直认识的 这个其他的全是自己找的 没有 我在混争学院听过谈理的分享 他对于世代的营销的动场是很深的 他花了20多分钟去讲他们公司怎么怎么样 因为他见我的原因是想把我挖到他公司 我花了5分钟把他给挖过来 你们这个配置在整个行业里边 超豪华 我觉得能找出来一个两个找不出来 很难 你是怎么搞得那些男人 怎么讲呢 我一直在形容一下 就是我见过那片海 我向往那片海 然后我觉得带着大家一起去那片海 您描绘的那片海应该是什么 我比较向往Dunnerville的这种模型 它是全球并购之王 它是管理体系 加上它的DBS系统 来去赋能给它的背头企业 对于背头企业来讲的话 你嫁接在这一个巨人的这个头上 再去发展就会很通胀 未来以后 今年明年我们也会去收购一些品牌 在这个里头的话 我们一定是把自己的根基先做好 做好以后 宁记只是练兵场 所以这些人才会进来 而不是说只是为了一个宁记 对吧 懂了 然后你的减二 青春面的原因是 通过你的减二 了解你的减一是怎么用来的 它的格局够不够 它敢不敢用比它强的人 如果它敢用比它强的人 那好 这个人你一定要好好去培养 是的 然后我觉得全公司这个人数 在2000人以内 这个Alpha 你一定要亲自去审 这样的话 你才能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诱人标准的一支 OK 咱们团队界的多少人 现在500个 行业里面同比例 有咱们这个门店规模的品牌 他们的全职的员工大约多少 差不多会在我们的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一吧 对 所以我很好奇 为什么明镜有500个人的团队 这么多人 它是用来做什么 我们有一部分是中后台 80多个人全是数字化的人 我们是美团战略级 一个合作的第一位的客户 但是我们不是做系统 是做中台 这个是门前台 这是品牌的小朋友的 这些 周边 这是品牌市场 小孩们 这个区域里头是 头发颜色最多的 这是我们那个招商 因为它有时候会带客户去看店 所以经常不在这块 下店比较多一些 这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在开会 因为我们之前说 明镜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公司 因为确实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行动文化 你要想明白为什么做怎么做 然后现在就做 外号No 这个数据 这个系统也是怎么自己开发的吗 这个是美团的 美团的说明是 明镜的门店的平均平方数是多少 就是20到30 门店的等级是不是都一样的 没有什么旗舰店或者是 也有也有 旗舰店的话不多 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做 其他的这些店的话 基本上标准就是2 30 然后也没有特别特别小 特别小因为你的动线不够 其实我们整个一个动线 比其他的茶饮的动线要简单很多 然后因为没有珍珠 没有玉圆 没有奶盖 这些东西 所以你的出杯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速度化主要是给年纪带来哪些帮助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选址 当你去跟江木超去沟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看起来就是三五十万投资 但是有可能对于江木超来讲的话 家里边好几代人的积蓄 你的这一次失败 只是你BDM里头的百分之零点零几 但是对于人家家庭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孩子上不去学 老人看不起病 这是人命 所以你会影响到他整个的家庭 那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值非常重要 很多人说有些人就是炮灰 炮灰是让别人去炮灰吧 我不行 我受不了这个东西 根据很多这些元素来去评估 那你怎么才能定下来 你这个点下来以后能赚多少钱 然后美团是客流 高德是人流 高德是知道你从上班到下班的点 是从哪路过 你的店是不是在这个路过的中间 然后美团就会更显示出来说 你的购买力是多少 男的女的 这些数据拿上来到我们的中台 去做分析 这个值一个月的销售是多少钱 测出来了以后你倒推房租 如果在15%以内 这个值就是可以让江木超去开店的 如果超过尽量劝他别开 这个就是我们逼电率低的主要原因 然后现在是拿年纪来练手 对 然后以后可能会复能给我们更多合作的餐饮品 是 做这个系统明年要偷多少钱 两年花了一个亿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想要打造一个超配多配的格局 超配好多配 好像是一定程度上违反现在大环境的玩法 对 大家都在讲究的是人效比提升 降低成本 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这个事情 在这种要打地面战的上面是为民体 他没有办法去降本增效 增效一定是会增加成本的 说到这里的我想追问一下 您在谈资本的时候 你会选择哪几个标准 来恒定说这个资本是我接触的 首先第一个 猜你来讲的话 其实一定程度上不能用钱砸出来 所以我不能因为你的要求去影响我的节奏 我选字节也好 程序也好 其实我在他的这个投资版图里头 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卡拉咪 所以他可能关注不到我 这个 对 因为我的节奏是基于说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一起来的 第二个就是这几个有一些这个同样的属性 就是互联网 对 他更能理解怎么用互联网去赋能给企业 比如说你像字节他给我们的那个火山引擎这些系统 也会给到一些各种的那个互联网的人的这些资源 包括的腾讯的话 他这次又会给我们组一个CEO的会 那是理解这个期权池 这个非常好 这些财富投资人是没有的 他组不了这个局 他能理解你在每一个阶段需要什么东西 那你选择这几个资本 是不是像你刚才讲的没有什么对度 也没有什么 不可能钱的 我不可能 我做这行的 说的再白一点 就是餐饮的这个节奏 真的如果说能拿钱 砸出来的话 你这多少个万亿级的企业都出来了 您预计大概几年都上市 规划是25年 如果能达到上市条件的话 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谅 门店的话5000家以上 这个肯定是要做的 销售的话是肯定是几十亿了 我们今年营业额能做了多少 约2个亿左右 咱们最近的目标是开2000家门店对吗 对 今年的目标是2000家 在快速扩展的基础之上 如何去把握品控 让每一家店口味都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要去山远江萌厢 这个江萌厢不仅是说 它有经营的意识 而且对你的价值观要认同 我去训练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挺我的嘛 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训练的严苛性上 7加7的训练 就是7天是理论知识 然后7天到线下门店 练手 训练完了以后 你要考核 得到一个证书以后 才能允许去开店 这个证书的通过率是多少 一次通过的 基本上在70%多 还有补考 还有补考 你补考不合格以后 你是不能开门的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证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日常的这些经营里头 我有督导 有上面的摄像头 它是可以抓断你的动作的 你要碾压几下 如果你做不到就有预警 都可以做到这样了吗 对啊 现在再做 现在再做 对还没有完全做好 您记得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更多的是 还要回到这个情节上面 我觉得情节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跑不掉 但是说起来又太虚 我真的是觉得我确实是可以为行业做点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加盟 很多人一说起来就是什么割韭菜啊什么的 为什么会割韭菜 我思考过 有一些品牌其实他不是一上来就想割韭菜 他说走着走着走着就变成割韭菜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后端支撑不了 你比如说我们前边是赚的加盟费嘛 后面要赚这个供应链的钱 但是供应链的钱的前提是你这个加盟商得活着 他才能让你赚后面的这个供应链的钱 那活着需要很多的东西支撑 训练 品牌 督导 营界各方面 你都要使上劲 不使上劲他就拜拜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把这个加盟不等于韭菜这个画上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行业的人才 全球的顶级的人才是在哪儿 金融 科技类 游戏类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行业太专强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往消费类 财引类这里头的高端人才进来 就是因为这个效率太低了 他没有把这个更高纬的这种运营的手段 放到这个里头来 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这些竞争 产品端 设计端 还有就是像营销各种联名 你这样很多 但是你往下看一层 组织的建设 数字化的建设 供应链的建设 我说的这些供应链不是说 你是种果园 就是讲供应链 我历练的是全链路的供应链 从一开始的选址 然后我的设计 包括营键 装修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供应链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效率问题 对 这个效率和成本 你怎么能够在你的这个数据化里头 去做体现出来 这个才叫供应链 那我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些这个作用 然后把这个效率提升 把这个利润提高 收入提高 哇 这你没办法的事情 是 好酷 所以你说清晨大海 现在宁静只是浩瀚的那么一丢丢 那个里头的一个一丢丢 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会说到 不得有生之年 我比苏世民小三十岁 我可能花三十年来做这个事了 可以 你对这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是什么 建议就是不要听我们的建议 这个社会的进步 不就是说因为年轻人不听话吗 包括前段时间 听了一个管理的课 特别逗 这个上来以后就讲 员工要奉献 要忠诚度 我说别说 90后00后不听了 我这个70后我听了 我都 报到年龄了 千万不要听我们这些人的建议 你能去犯错尽可能去犯错 人叫人叫不行 事叫人一叫就行 不要听任何人 尤其是老帮子们的也真意 哈哈哈哈